这13个案例当中有人死亡 有人重症 病毒非常的强 目前这个前进指挥所 已经召回大约260名当地的民众在进行筛检 台中市确诊一共是9例 那其中的5例呢 就是昨天跟大家报告的 本市的北屯家庭群聚感染 就是按7527号衍生出来的家庭群聚感染事件 这个北屯大坑里家族群聚感染事件呢 它的疫情急速升高 所以再加上 除了昨天讲的这7例 那今天又有增加 再加上CTC还没有零号的 我们已经知道它确诊的 另外我们也怀疑 那在台北有两个感染源 确诊的案例 那包括这个家族 包括邻居 包括台北的 到今天为止 已经有13个案例确诊了 13个案例确诊 那因为这13个案例当中 有人死亡 有人重症 病毒非常的强 那我们担心疫情升高扩散 所以我已经指示 今天在北屯区大坑里 设前进指挥所 以及快筛站 紧急调派7个组 48位的公务同仁 现在正在现场处理疫情危机 以及进行筛检 目前这个前进指挥所 已经召回大约260名 当地的民众在进行筛检 它的流程是我们今天 快筛跟PCR同时来进行筛检 那PCR筛检如果确诊阳性的话 那我们现场就会有 专责的救护车 送到医院去处理 去医治 不会有接触外界的风险 另外前进指挥所 所在地大坑国小的校园 那会后呢 也会有进行大规模的消毒 包括每一个教室都会清销 维护校园环境的安全 向大家报告有9个案例 其中有5例 跟北屯这一家人都有关系 这个北屯家局的 连这个群聚关系的话 是由7527 这个婆婆开始 再来是她的先生 那现在是重症住院 还有她的昨天报的 她的儿子 长子跟长媳 还有她的孙子 然后另外呢 她第二个媳妇也阳性确诊 倒是她的第二个儿子跟孙子 目前裁检是阴性 然后她第三个儿子跟三媳妇 也是确诊 然后娘家是阴性的 孙子是阴性 她有个未同住的女儿 目前裁检中 那这个关键的话 就是她的这个邻居 8072 她的台北友人 5月11号有来台中 一起聚餐吃饭 结果没想到 有人回台北之后 在5月25号 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 那她的这个邻居的女儿 也是归属于台北的案子 也是裁检确诊为阳性 那今天呢 我们确定知道 她的先生跟外老也都确诊了 但是还没有零号嘛 这是他们的一个关系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